以下節目是由美國華人實業協會特約播映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商界中華》 我是Mina 李飾萍 在這一節的《商界中華》 我們將會和大家探討 低於市場價格的房屋 和政府首次置業的資助 我們請到嘉賓 是來自美國華人實議協會的會長 Janice Lee Hello Janice 你好 Hello Mina 你好 是Janice 我想問一下 什麼是BMR BMR是低於市場價格的房屋 BMR是平時的房屋 如果你將來賣一個BMR 你要賣低於市場的價錢 即是你買進來的時候是低於市場的價格 即是Below Market Rate 你賣出去都要是低於市場價格 是的 是的 哦 這樣 但都可以升價格 都有升值 不過按照政府計算 應該是低於市場多少 哦 這樣 那BMR是哪個符合條件來申請呢 你要是第一次買一個買家 你要三年之內沒有買過屋 就是屬於第一次買屋 不過還有你要合過收入 你不可以賺太多錢 亦都不可以賺太少錢 比如如果你有一個人 如果按照80%的 Area Median Income 就不可以超過六萬多元 如果有四個人 就可以差不多成十二萬 不超過十二萬都可以合格的 哦 這樣 就怎樣申請呢 你就要參加一個八個小時的課程 之後如果你有其他問題 你可以找一個美國華人實業協會 房地產經紀 他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以及介紹一個貸款經紀 看看你合不合格 即貸款經紀都可以幫忙買這些 就是BMR低於市場價格的房屋 但這些就全部都是condo來的 還有是不是真的很難抽呢 其實很難抽的 一個單位有時有100個人會apply 就是很多人申請 不過如果你抽到 真是一個很好的program 但是你賣出去也要低於市場價格的 不過幸好有其他program 其他program 就說起了 就有政府資助這個首期貸款 即是給首期的款項 那這是什麼來的 麻煩你來介紹一下 這個就叫做DALP DALP 叫做Down Payment Assistance Program 這個就是政府補助 這個首期 最多就可以補助到37.5萬 不過這個program 比較好就是可以看到 你175%的 Area Median Income 所以如果你有四個人 其實你可以賺到差不多 20.05萬 都可以合格的 拿到這個program 既然收入可以去到20萬 都可以 哪個符合條件參加 是不是又是要首次置業呢 你都是第一次買屋的 還有要自住 一定要自住的 就不是租給人 或者怎樣 這個以後賣出去 政府贊助了 譬如說37.5千 那裏是否要給政府呢 那你那37.5萬要給政府 還有你37.5萬 你30年內不用給利息 你賣的時候 就要跟政府一起分賺的錢 就是那個屋價上漲 就是你都要按比例給政府 是 是 是 不過你可以賣回一間屋 有個市價來賣出去給他 那這個是怎樣申請呢 這個都是要上一個課程 還有要找一個貸款經紀 看看你是不是合格 不過他們一般要在那個approve list 不是哪個貸款經紀都可以 所以一個地產經紀 可以介紹一個貸款經紀給你 那這個也是否很難抽呢 這個也很難抽 一年有 今年就有10 million 有1000萬 那如果你抽到你之後 你有兩個月之內要買 買到那間屋 那如果你兩個月買不到 他就go on the next list 下一個人 所以兩個月內真是很難 尤其是灣區的屋 那我問一下最後一個問題 就BMR和DELP是否可以一齊用的呢 是 BMR和DELP可以一齊用的 是 非常好 謝謝Janice 那現在在我身邊就是 美國銀行的副總裁Derek Camp Derek 你好 你好 Mina 你好 那我就聽聞 美國銀行就有一個優惠 貸款優惠給牙醫和醫生 麻煩你來講一下 那我們美國銀行就為了幫助牙醫 我們有一個貸款就是 那個好處就是 它有一個低頭款 還有借的貸款都比較高一些 簡單來說 就是說 它那個頭款就可以有半成 或者一成 半成可以借到一百萬 一成可以借到一百五十萬 還有它需要那個利率 就跟普通利率差不多的 就不會說高一些 還有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銀行貸款 你低於二十個百分之頭款 那它就要那個 那個優惠優惠 這個就不用的 哦 這樣 這個是不是給首次置業呢 這個首次置業又可以 總之是買來自己住就沒問題 就是自住就可以了 哦 OK 那另外呢 就什麼叫做延遲貸款呢 延遲貸款 那它英文叫delay financing 就是因為我們灣區那個 那個競爭比較大 很多時候客人有錢 但是他就想先買了 然後回到頭 做重貸的時候 可能做重貸就當了是 cash hour refinance 價錢比較高一些 這種就不用的 你九十月之內回來 我們當是買屋這樣借錢的 那變成那個利息呢 就跟你買屋一樣 哦 OK 謝謝Derek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一段廣告 廣告之後再見 謝謝Derek 謝謝Derek